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从2012年到2013年 这几年即功德的最佳时间 再过十年就是 黄金时间就是 去休息比较清静 朱老师您的计定的这几年功德是做的? 阴阳的转化交集 在宇宙场里面有一个转化 转折区 一个众生走到一个 就像阴阳的一个转化 就是宇宙场 这个就不是我们人力可以知道的 是宇宙场一个从阴道极致 到一个阳的转化 就是这个时间很多人的心态会好 从2012年以后 很多人的正能量会扬升 就是心气会开始进入光明 开始打开自己 想回归生命的源头 在生命里面不太注重物质层面的详细 我该追求精神跟灵魂的解脱了 就是不太拜金了 就是这些东西 虽然还是觉得需要精简 但不会说拜在金钱脚下 就不屑了 就是以前 2012年以前大家都是物质层面做第一位的 但以后慢慢精神跟灵魂的解脱 会人越来越多 能量新鲜 正能量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你建厂嘛 这个厂是适合解脱的 带负能量 那个时候是让你往下堕落的那个场 就是死死地拉着你 比如说你想 你想解脱 你想充满光明大驾驼 这边坐着十几个心底阴暗的人 就想着涮进你的人 马上把你就 就像那黑洞 直接就把你吸进来 现在是很多人就像 不光明往处放的 以前是就像去一个一个黑洞 在那等着吸你的 等着过来 把你带进去 但是这是有心态 就人们心看不见爱 冰冷 冷漠 无情 然后呢 内心深处 充满了伤害 充满了报复 报复心 然后呢 嫉妒 忏恨 抱怨 然后内心深处很阴冷 然后呢 怀疑 他就这么怀疑 因为没有信任 没有信任 感受不到温暖 每个人其实所有的那些黑洞 来自于他感受不到爱跟温暖 大家都美 都是黑洞 有什么渣能感受到 就是 互相包装 带着铁皮铁皮 把自己包装起来 那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就黑暗 就成了黑洞 那会 你知道如果每个人的心 变成黑洞 你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 什么 这个星球会灭掉 就变成了宇宙的一个黑洞 就是众生的一个共业 因为所有的世界的写写 都是工业写写出来 很可怕了 但现在过了 这个期 送立的转化成了 就像现在像太阳出来一样 对 那现在从大的层面是这样 对宇宙长的层面 对 那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讲 那我们日常除了自己的温和之外 还要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极功德的事 类似一点 先独善其身吧 先利益 放下自己的坦存痴漫仪 放下你也是众生嘛 先为自己做点功德吧 就是因为你也是利益众生嘛 因为我的坦存痴漫仪 对自己伤害是最多的 不是伤害 就是先伤了自己 先让自己的欲望 习气少一点吧 因为每一刻都在伤自己的 心甲脾肺 先伤自己 所有的习气欲望 都是伤自己 这个世界叫欲解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叫欲解 带着欲望的人力来说 这个世界永远有伤害 屹立在你面前 这个世界是带着 叫欲解 你面对的是一个欲解 你只要有欲望 这个世界就带着伤害 立在那像一把刀一样 对着你 我告诉你 所以伤害 不要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这样子就 放下自己的一些欲弃欲望 让自己收心色意 然后安住在佛的之间里面 等待太阳的降临 等待自己心里面 能感受到一点温暖 感受到一点爱 收回来 多点宽容 多点慈悲 多点利他之心 虽然没有能力 但是多点心 然后呢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那个欲望的满足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等等 这些都是 这些都教功德 目前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力量 那说是 哎呀你有很大的才能 很多的才能 很财力物力 什么人力都很好 那去帮助很多人解脱 你是 如果你醒了 那去教醒其他人 这其实就是佛做的事 帮助很多人 什么真正的核担 入来其家 因为你醒来 你受益了 那么真正的佛指醒 都是 普通就是把别人教醒 用你的能力来教醒 哎 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去做 小心到场做网站啊 哎 这些都是 师兄们有 就是说有力的处理 有钱的出钱 有心的出钱 各个大家一起做 哎 这都是其实大家都在 已经在做 做这件事 就是这样 反正能力 你觉得能力他 帮助到他的 都是 都算功德吧 但是如果 如果你 能拿佛的空性证件来做 功德最圆满 否则你的功德 永远不能圆满 永远觉得哎呀我不是那么多 我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我修行没有提升呢 因为你没有佛的空性证件指导 你不能三楼体空的去认知 所以没有会归到空性语了 没有会归到成道这方面 只是会归到善报上 你没有空性证件 所有所做的就是善法 善法会有福报 就是说你可能往是 又朝圣到天界去 或者是你 也会慢慢理及善缘吧 就是有些人 你困难的时候 会帮你嘛 等等这叫善报 但是你要会归到 因为空性证件作 你就会会归到修行上 会归到你成道这一块 但即使会归到成道这一块 也不是说就没有人帮你 反而是得道多助嘛 反而其他的报也会跟着来 就利他执行嘛 其实佛菩萨道的利他执行 始终重点还是破我执的 为什么叫布施 什么布施的原因是我们太贪了 所以佛说是你 你要不舍一点嘛 你这么贪婪 你咋这么自私 这么贪婪 你咋成道 你咋无我呢 你无我不了 是吧 就空不了嘛 佛制定的所有东西都是 看了人的习气欲望以后 看到了我们人性的那种软弱 脆弱无奈 看到了人的经常做的一些事 他才制定的 六度也罢 戒律也罢 这些其实都很好的 那些时候我就觉得要反思 就像我们所谓反不达了 就是 就在每一个阶段 有时候去看佛的这些东西 就像今天您再次谈到这些戒律 我会觉得 在家里 确实就是 心心上的东西 很重要 也不是说那么死板的 心心上的东西 心心上对自己有一点要求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个随心所欲的时代 可以说 你怎么样做生活 没人管你 说句老实话 除了你父母可能会管你 或者是你最爱你的人会管你 或者是觉得你这样上网话不对 你晚上睡觉不对 怎么 其他人都觉得很正常 你做什么都很正常 都戒怪不怪 知道你怎么生活 都是一样的 但最重要 这个随心所欲的时代 是不是我们自己 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呢 你能不能提一点要求给自己呢 这就叫戒 对自己的心 提一点要求 让自己能够成道 就是这样的 能够去把精力又再成道 而不是放纵 垂心所欲 因为我们 尤其我们一切去主的时候 那你想怎么活 谁也没有资格判定你的对错 或者你就是不对 或者是你好坏 随便呢 尤其休息人都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是吧 我爱怎么活怎么活 是吧 我有钱有权 我什么都有 这个世界的财富 我什么都拥有了 我想干啥干啥 是不是 你就没有资格去指点 我说 但是你要成道就不一样 就是 对自己有点要求 对自己做每一件事 都要察觉到自己那些 起心动念的自私 贪婪 还有自己是否 伤害到了别人 等等都要去想的 虽然我们做不了那么完美 说可能我们一做事就 有意无意的伤害了 或者是做了 但是自己知道 慢慢去做 就是慢慢往这个空心里边走 但心里要清楚 不能 不是说蒙蒙抖抖 蒙蒙抖抖 每天就那么糊里糊涂活着 然后还去那个坐地上 坐两个小时 就是蒙蒙抖抖到坐两个小时 蒙蒙抖抖到活着就走状态 是不是 然后呢说 哎呀做了 做了两年没起座 因为大家的翘肚 六根的翘肚的厉害 其实这些道理也说了 两三年了 但是 但是还是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 但是很多人也听说 哎有道理完了 就又走了 又去做自己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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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